今天恶然了 出来看中医 想要快点好 因为我们还要去台中 台东 做热气球 嗨 大家好呀 我是台湾新众名西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刚刚看完医生 我是在外面等 医生就出来 医生就会说 哪里痛痛 超温馨 我这样喉咙超痛 好像我是病状 很痛 但是因为遇到是我温馨的医生 我感觉我已经好了很多 真的是这样好吗 我是你的经历啊 等一下又说我在黑 如果是大陆的医生的话 有些他态度是很好的 但是很多他都是很机械性的在操作 问你症状 对对对对打一下痣 然后再问你还有什么其他症状 对对对打一下痣 然后就说 好了你去交钱 然后去药房你要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他会很气息 哪里痛不痛 那我会先帮你开什么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再帮你怎么 开启他的要辅助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社会 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 已经是非常温馨了 所以我想我们那边人太多了 那医生会很疲惫 对但我觉得台湾呢人很多 但医生还是很没有耐心啊 所以说有一个评论说 为什么大陆人总是在怪人多 人是人多的问题 其实根本是不是人多的问题 你说人多啊你医生也多啊 对但是这边的医生 所以我們是從早上8點半排隊 就排到現在10點多11點 那醫生他一直都在看 這邊人也很多啊 對啊 但是人家態度還是很溫柔啊 你看那個義大醫院的院長他人不多嗎 對像義大醫院的院長助援坤醫生 哇那天我們從 我們排了一天都對 但是人家還是超級的有耐心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去台中坐月氣球了 我有信心 大家可能也有人說我抓住了流量密碼 其實是真實的感受 外面陽光灿浪 就剛剛跟朋友分享 然後我說醫生的這種溫暖溫柔 其實對病情的好轉也有很大的作用啊 雖然是心理作用 但是你心情變好的話 對於你的病情的恢復 肯定是有好處的 今天好笑的是中元節 我看到臺灣這邊是有要拜拜的習慣 其實在我老家的話是農曆的七月十四會計主 拜拜 但在這一邊的話 今天是農曆的七月十一就有開始拜祖先咯 跟我老家还是有点差 整供多少钱 175天的一样 我们现在要回去先 好像胃口有点变好了 想要吃东西 但是我们切诊的话 就还是打包回家吃 回家了 我觉得这一位医生很好的是 他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把 就是很去感受病人的那种痛苦的那种感受 很医者父母心的那种感觉 难怪他这个诊所的平均这么高 4点9分了 就是当你在一种很痛苦的状态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人 他非常的能够去 感受你的这种苦的时候 你会感觉心里面被暖到 你的恐惧 什么 以佛家的角度来说 其实这个叫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 它是 消除你的恐惧 对 消除你的恐惧 他得到的果报就是健康长寿 原来以佛家的角度就是 无畏不失 得到的果报就是 福报就是健康长寿 对 很棒的 最终还是回家拿 午饭 因为今天是中元节祭祖 但是我确诊的话我就没办法跟南白拓先生回家见爸爸妈妈了 所以他就过去帮我先拿饭 然后待会儿的话我就食了 南白拓先生早就转晕了 我现在回忆一下啊 刚才那位医生一出来他就说很痛痛痛 然后就一出来一见你 然后就给你这样的关怀 就整个放松下来 然后就开始给我把麦 然后我就试得喉咙剧痛 他就试喉咙很痛痛 那我现在就给你开那个什么什么药 然后后面其他症状的话 我再给你多加一点什么药去辅助 然后就这样 他说我马上去给你包药哦 反正就很温柔 在大陆的话就是我老家的话 我之前常去调理身体的一位老中医 他其实院也挺好的 他们是那种中医世家 但是呢 因为他年纪应该也有七十岁了 现在他 我是大概好几年前去找他调理的 然后他爸爸的话是八十多岁了 还在看着 他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医术是他爸爸传给他的 他是中医世家一带一带的船 但是到后面 我再回到老家看的时候 他那个中医中药馆中医馆已经改名成中药馆了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话 这几年是在查那个中医执照 如果说你没有去上过专门的这种中医的这种 呃 学校啊或者是什么 考了那些证出来的话是没有办法去给别人看病的 所以也导致说中国大陆真正的一些很厉害的一些中医 他是没有办法再出来看病的 这些真正很厉害的一些老中医啊 我真的觉得 嗯 有点可惜 然后我看到那一位中医 他的孩子的话稍微比我小那么一点点 然后也是读的中医药大学 希望他的孩子把他这个EVO传承下去吧 不过他那个孩子学的专业是康复专业的 复健专业的 但他的话就是 我有一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有一次我就上次我回老家的时候就路过他的中医馆 然后就看到他瞬间昌老了很多 我觉得应该这一场中医的这种呃 执照的这种查询那肯定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这种打击跟麻烦 所以被迫的把这个中医馆改成到中药馆 就是卖那个中药的中药行 那之前呢他看病都是很也是很医者人心的 这类老中医他是不大说去赚太多太多的钱的那一种 他一单中药 就是一单无论你怎么抓 如果说有名贵中药的话 他稍微贵一点 但是没有名贵中药的话 他就是15块人民币一单 那时候我就在那边调理了半年 然后他看到我这种情况 要长期调理 他就每一单还给我少了一些钱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他 但是现在呢 前段时间我就是看到我一位朋友 他就是那个有限那个肿瘤 然后他就是想去中医那边去调理 不想去开刀吃西药什么的 他就想去中医调节看看 结果他去中医馆去开药 你知道吗几天的药就要花好几百人民币 好像是四五百人民币吧 一天就一单药 我就是一把这个药 所以然后他后面他自己拿着那个中医给他药单 去淘宝上面去买那个药 然后他们他就那个淘宝那边的药给到他的一单药是十块钱人民币这样子 但是呢 听说呢 最近就近些年了 这些中药都是种植的 养植的种植的会比较多 他的那个药性的话跟原来以前的那种中药的药性也差很大 然后就是那种野生的那种中药跟大批量种植的那个中药还是有差的 所以之前有看到一个频道就是访问那些老中医啊 然后他有说到以前的那个人生可以救人的命 就是一个人他气啊各种都就是西医说他救不回来了 但是他在以前那个年代呢 就用那些人生的各种就去把那个小孩的命给救回来了 但是现在那些人生都是人工种植的之后 就没有以前的那种药效 就可能说换做同样的小孩得了这个病 然后可能现在的这个人生 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子一条人生把他救回来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是凭着记忆想起来的 具体那个链接的话我找一下 然后我放在那个评论区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然后看看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因为我也不确定 然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评论分享探讨 刚刚有分享那个就刚才看综艺的时候 那医生说见到我就是很痛痛后 然后就分享到给我朋友 然后我朋友说一听这语气就超可爱 我说是的很可爱 然后他就说了一下 我马上去给你包药 我不用担心 然后就很可爱的走了 就大家会觉得台湾 台湾能这样讲话很可爱 确实很可爱 就是很有亲和力 因为我们是看台湾偶像剧长大的 然后就感觉活在偶像剧里面 是真的是这样子讲话的语气 就感觉回到回到小时候看到偶像剧的那种情境 就有时候我们会用台湾腔讲话就是 是什么我超我超轩你的还有什么 欧浩诚当中会学台湾腔的语气 就大概有一句比较经典的 是欧浩诚我超轩你的 我轩你但是轩你这个好像台湾人是不是这样讲的 那我的这一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很热乎的 刚拍完就轻快剪辑然后就上映了 大家可以对我影片的内容 提出建议啊分享啊看法啊都行 然后其实 其实我所有的评论我都不会翻 所以就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突然间这个评论没了 不是我删的可能是系统他自动的删掉的 小粉红的评论我也不会删 一切的评论我都不会删 因为我是尊重所有的声音 但是有些小粉红他说的不对的话 我就会去回答 我以前都是不回复小粉红的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去想的话也很可怜 就是我会尽量的去包容 但是可能最近因为我发布的一个关于台湾的无障碍设施 这一块做的挺不错的 就是说台湾人们都觉得可能台湾还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空间和进步空间 但是对于我一个中国大陆人来说 我觉得台湾的无障碍设施已经很好了 因为肯定是比大陆好这一点 没有什么说才一捧一的也没有必要 就是真实的生活分享 人家好的东西我们就去承认这一点很难嘛 所以就是在这边生活嘛 分享美好了 然后也分享一些正能量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啊 就是能够让幼师群体非常的有尊严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不好嘛也是一个善的传递吧 所以我就会选择把它发出来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上面探讨 也欢迎吵架什么的 来发说呢 巷子里的目光长得很丰满 巷子里的花非常的漂亮 谢谢大家的观看啦 拜拜 过两天我就去台东看热气球了 我要去坐热气球了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去的 因为现在我基本上 感觉已经状态很好了 三百层了 贝贝要约见 回家了 谢谢爸爸妈妈的办法 请不吝点赞兮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